我要问是否不吃素可以放生吗 不吃素可以放生 这个话要说清楚啊 不吃素可以放生 是说还没有吃素的同学 可以边吃肉边来放生 已经吃素的同学 就不要回去再吃肉了 大家要听明白 还没有吃素 没有吃全素 没关系照样放生 有人就会说了 你这有什么用啊 一边吃一边放 有用啊 总比只吃不放好得多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要给人一个上进的机会 刚开始学佛 没有养成素食的习惯 没关系 肉可以照吃 有人说了 吃的觉得不好意思呢 既然觉得不好意思 干嘛还要吃呢 可是又想吃怎么办呢 那就好意思吃嘛 吃了又怕造恶业 这些众生来讨债怎么办呢 教一个方法 在吃之前就给他念念往生咒 念往生咒 就能超度他吗 不是超度他 是安安自己的良心 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么厉害 吃之前念个往生咒 就能把他超度了 我都愿意被他吃掉 所以不是说我们一厢情愿 给他念念佛 念念往生咒 他真就超度了 这又这么便宜 大家不用念佛了 找一个很厉害的人 把大家吃掉 吃之前跟大家说 阿弥陀佛 敬你往生西方 不就可以了吗 事实上没这个可能 只是给他种善根 减少他的痛苦 更重要的是 安一安我们那个脆弱的良心 所以还没有吃长寿的同学 也不用顾虑太多 以后慢慢地 多吃一点蔬菜 蔬菜比较健康 据说吃肉有很大的风险 现在的很多肉很不健康 也有人说了 我也知道 可是嘴馋戒不了 怎么办呢 教一个方法 喜欢吃哪一种肉 就到养这些动物的地方去看 譬如喜欢吃鸡的 喜欢吃鸭的 就到养鸡养鸭的工厂去看 看一遍不敢再吃了 喜欢吃鱼吃海鲜的 到那个养鱼的那个池塘去看 看一遍 一辈子都不敢吃 你知道他们用什么食料在喂吗 我都不敢说 说了怕得罪人 反正我是不吃 很不健康啊 所以吃了之后 现在奇奇怪怪的病都来了 所以很多人 哪怕他没有宗教信仰 了解到这个真相之后 都不敢吃 不健康 有人说了 不吃就没营养 才怪 我们看到很多素食 常吃素食 一辈子没有吃过什么肉 照样健康 照样肠面白水 相反 天天大鱼大肉 自认为很营养的人 结果天天进医院 天天去开刀 做手术 然后一检查 营养过剩 再一检查完 去吃补品 吃完之后 下次再进医院 营养 素食当中并不缺乏 只要合理搭配 都可以具备 这只能说是一种饮食习惯 不同 所以还没有素食的朋友 不妨慢慢了解 素食的利益 慢慢我这一方面 去调整 不管吃不吃素 放生 绝对是值得鼓励的善事 这是培养 持费心 最有效的做法 看看这些众生 活蹦乱跳的 你还忍心吃它吗 看看这些众生 他们获得一次生存的机会 多么珍惜 我们不应该 把这种慈悲 更广泛地去推广吗 所以放生 在佛经里面讲 是有为善法中 第一功德 是值得去做的事情 放生的同时 忏悔业障 忏悔杀业 培养持费心 有很多好处